乐极生悲 战国时候 齐威王沉迷酒色 常常通宵喝酒不领朝政 以至于朝政荒废国力衰弱 楚国乘机起兵攻起 淳于坤大夫 我们没有办法抵抗楚国的进攻 请你速去赵国求救兵吧 是 淳于坤去赵国借兵 他极有辩才为人耿直 赵王经他一说 立刻调遣十万精兵 战车千胜 助其抗楚 除今文讯连夜撤退了 为庆祝淳于坤大夫 借兵之功 我请先生喝酒 先生酒量如何 能喝多少才醉呀 臣喝一斗要醉 喝一蛋也要醉 能喝一斗便醉了 这就是因为喝酒的场合不同 性质高低酒量大小也就随之而易 不过酒急则乱乐极生悲 什么事都是这样 不能超过极限 否则就要向反方向发展了 越往这些故事 岳王越听越有道理 深有感触 从此 他不再通宵喝酒 而是秦里朝政了 齐国的国事 大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